今天我们再给罗汉松小苗做造型 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造型的话也是通过 每一次的话先把一起摘一摘 然后的话再给它上铝线做盆景造型 这颗小苗的话我们 这个鸡条蛮长的 但是的话同样我们先不用去修剪它 同样先给它上铝线 上了铝线的话就看一下 上了铝线后的效果 看一下 先给它摘下铝线 这个铝线又太多的 上铝线的时候 给它剪到里面的话反而不好 所以我们做造型之前 我们先给它统一的摘下 这个罗汉松的铝线 脊柳顶端的 可以看一下 我们摘了以后 看一下 以后的话再给它去上铝线 这个罗汉松小苗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因为鸡条比较小比较远 我们可以选择用小一点的铝线 小一点铝线的话 我们一般用1.0的铝线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话已经摘好了一几以后 是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我们通过给它上铝线 主干的话我们是要这个1.0 主干是用2.5 小的鸡条的话用1.0 从上面开始 同样也是慢慢的熏摇 多的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它上鸡根 同样顶端 顶端如果有很多的契机的话 我们也给它上铝线 同样也是给它上 这种小的1.0的 像这边小的同样也给它上 旁边这里有一根北端的 我们同样也是上1.0的铝线 上铝线这个小的鸡条的话 一定要小心的用铝线的去熏摇去搬 不要给它搬伤了 像这种顶端的我们要弃牙的 这种的话我们也给它打顶 给它打顶 让它的话从顶端中会长出更多的侧牙 长出侧牙以后我们再给它去削剪 像这种小的鸡条的话 就用小的铝线去绑着 顶端的话给它削掉顶端 同样也给它打顶掉 顶端的鸭点给它打顶好 像这样的我们给它做的这个造型 都变成这样子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小牛的盆景造型 看一下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有不懂的话可以在西平端留言 我们一起来聊聊养花玩盆景 这个是罗焕冲小牛做出来的盆景造型